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不同地域的民居都有哪些特色 全都是这种小尖顶 然后厚厚的一层 那其实那个呢 叫 就是海草 枪足雕楼 摩梭村寨 不同民族的房屋 蕴含着怎样的文化 这间是祖母屋是吗 那为什么祖母屋的门槛特别的高呢 进来的时候啊 都要弯腰低头 客家土楼 灰牌建筑 一栋栋房屋又有着什么传奇故事 这雕的是 这个雕的是那个活手画 对 远方的家暑期特别节目 东西南北中系列 五湖四海访民居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暑期特别节目 东西南北中 今天为您带来各地的特色民居 中国江雨辽阔 民族众多 从沿海到高原 各地的地理气候条件 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 房屋的样式和风格 也各有特色 在山东微海的荣城市 我们设置组 曾拍摄过沿海地区的海草房 它位于东楚岛村 是郊东别区特色的古老民居 荣城的美不仅体现在美丽的海滩 还有的就是沿着海岸线的一排排灰色的小房子 看就是我身后的这种 它其实呢 我刚走进来的时候觉得就像童话王国一样 全都是这种小尖顶 然后厚厚的一层 那其实那个呢 就是海草 那这种房屋啊 就是海草房了 这种海草房 在过去中国的沿海城市呢 几乎都有 但是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就是在荣城了 荣城的一千多个村子 几乎每一个村子都会有这样的海草房 那对于这样的海草房呢 我身旁的余老师特别的了解 余老师 您带着我在这个村子里逛逛 让我更多的了解一下它好吗 好的 嗯 走吧 一进东楚岛村 仿佛进入了某个动画片种的场景 一排排的房子造型独特 房顶上盖着厚厚的海草 两头高高松起的屋脊 形成了马岸的形状 松软的屋顶和粗广的石墙形成对比 如同用粗放的笔墨 写意的笔法画出的一幅图画 余老师 像这种房子 看起来应该年头也不少了吧 这个房子应该是晚明到清早起的 有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了 于盈宇曾任荣城博物馆馆长 对郊东的民族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 他介绍说 村里最古老的海草房 据传建于清顺治年间 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东楚岛村一百四十四户 六百五十间海草房中 百年以上历史的海草房 就有八十三户 四百四十二间 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坚固 这得益于海草房独特的传统建筑工艺 就是它这海草我觉得是软的呀 很容易磨损呀 这是与这种海草的特性所接应的 这种海草是生长在大海的底层的吊石上 它的圆名叫大椰枣 大椰枣 我知道就是那个白天鹅喜欢吃的那个 就是白天鹅特别喜欢吃的一种史料 它为什么这样抗腐烂呢 是因为它在大海的生长的过程中 它大量地吸收了海水里的燕和点 盐和点 就是石烟就是铝花纳和点 这个燕和点都带有极强的消毒能力 能杀死冰毒和冰决 海草房的搭建整个过程有70多道工序 全部采用手工技术 制作工匠有瓦匠 木匠 石匠 扇匠 和称 四匠 其中扇匠最为重要 如今会这种手艺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个海草要有专门的师傅 把这个海草一刻一刻的 都把它捋成顺顺的一流一流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这个都有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历史的这个草 但是呢 它每一根可能还会比较软 但是一起在一起的时候 我这么一把 是 我拉不断 几十公斤的力量是拉不断 真的拉不断 这个草呢 你睡好了以后呢 就像你们漂亮姑娘的那个猫 头发 背上水 这样一扎一扎的 然后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 这样一拍一拍的 非常均匀的从屋顶开始 从这个屋檐开始 往上垒 一拍一拍的往上垒 海草房因其强体厚实 再加上房顶上厚厚的海草 提高了房屋的保温性能 因此 海草房的昼夜温差 只有瓦房的一半 住起来 能充分享受冬暖夏凉的气宜 您刚才跟我讲解之后 现在看就明显多了 一层一层的 是啊 最厚的会达到多少层 这个就擅起得非常精良 有二十层 二十层啊 二十层 哎呦 那二十层这草得有多重呀 这就是能搭搭地出混地医疗之外 这么一个小小的屋顶 这个一间房 古代的房子一间房 大约就是现在的七七厂吧 嗯 就是不到一张 七七厂 七七厂的这么一个空间的三个屋顶呢 要用一吨中的海草 一吨中啊 而且是干海草 一吨干海草啊 两切十一 哎呦 那真的 这这还只是按重量算 如果变成一根一根的海草 那真是数都数不清了 那恐怕得几十万根吧 哎 那像这样的房子 现在还有人在住吗 最大部分都有印住 觉得我们还有人在住 我们可以进一户看看 哎 好那行 海草房的建筑布局 随着时代的变化 或主人经济实力的不同 有多种模式 如一房一厢室 一房两厢室 四合院室等等 你好 余英语带着我们走进一户 村民的家中 您正在这个产玉米 啊 产玉米 这个院子 跟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 我以为就是在外面看的 就这样一排这一排窝子 原来进来之后 刚才一个照避 再往拐进来 就是觉得别有洞天 居然是这么大一个院子呀 就是个四合院 你看这是晒着玉米 这边还养着鸡 这还堆着好多粮食 住家的女主人叫李秀兰 她家的海草房 属于四合院室的布局 关于这个房子 已经传了多少代人 连她自己都说不清了 三百来年差不多了 三百来年 传了几代才传到您这儿啊 从来一时就是老叶 老叶 老叶 再就是叶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农村选择地 传了好几代是吧 四代 四代 四代人 她选择老叶 就是我们选择赠祖父 赠祖父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祖屋 李秀兰的儿女 都已经独立成家 她和老伴住在这里 平时也对房子进行一些维护 顶上也修了 顶上也修了 她是自己修的了 她是自己修的 您那个大爷修的是吧 嗯 他是怎么用这个瓦呢 怎么没有像以前那么修呢 是个铁子 扎着铁子水锅 就一起把瓦 摸在荒头上转了 这个瓦往去修 用这个瓦效果怎么样 效果挺好的 雨水顺着下来不洗枪 枪子不能倒 因为枪洗你的蜜 黄土一洗蜜蜜蜜就倒了 墙子骨去了 后来骨 墙一洗头一骨里面 蜜房子带来 哦 就是 其实那个屋顶还行 就主要是做个那个盐 让水不要跌到墙上面是吧 是 哦 这个方法倒是挺省时 然后效果也不错 走进这百年老房 房间不大 但很暖和 屋里寄醒了装修 安上了组合柜 老人说 他们儿女们都买了楼房 也曾经要接他们老两口 到楼房里去住 但他们不愿离开 对他们来讲 只有住在这海草房里 才有家的感觉 这样的时候 是给生理花 还是直接落楼方便 方便 为什么呢 就是离去外去 这个园子一停 你去楼的话 你起码不能和贵人儿带的 你看楼上楼下的分 整理自己 去门上原流平的地方 多方便 像这也多方便 老人讲 以前海草房 在这一地区随处可见 近些年 很多海草房 被新建的瓦房所代替 保留着大片海草房的村子 已经不多 现在专程到 他们村里参观海草房的人 比以前要多很多 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 造就了各式各样的 特色民居 在西北地区的 甘肃省景泰县 设置组曾探访 戈壁滩上的永泰古城 这座古城实建于万历36年 至今保存完好 带领我们前往古城的巷道 是景泰县文化馆的沈卫县 今年54岁 从事古城的相关研究 已有几十年 他告诉我们 虽然四周荒芜人间 但古城内部 仍然是一个完整的自然村 由于外形酷似金龟 古城也被称为永泰龟城 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到 这个永泰古城了 就在我们脚下 但是这个角度好像 看得还不是特别清楚 对 沈老师是不是要上山 再往上 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全貌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车呢 也就只能看到这个地方 上面就全部是 只能徒步上山了 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往山上走吧 走 走 来出发 为了能够拍摄到永泰古城的全貌 设置组决定登上古城旁的山坡 沈老师对我们说 永泰作为军事重镇始于西汉 当时的名字叫老虎城 是明代长城边坊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丝绸之路沿线 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军事城堡之一 快跑两步 好不容易到山顶了 你看这边看我们的路 都看不到那个斜坡了 我们走的这个山 还是挺陡的 有大概四十多度吧 差不多 现在呢 就能够看到这个永泰古城了 用肉眼看好像还不是那么的清晰 但是能够看到一个轮廓 山顶上虽然风特别的大 但是心情非常的舒畅 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 只有这个古城在我们眼前 为了更清晰地向我们介绍古城的结构 沈老师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古城结构图 便于讲解 整个城的这个轮廓 你看它非常清楚 这是我们现在这是城的这个正南方 正南 都是四面都有城门 四个城门 东南西北都有 它就留有这个出口 整个儿它的这个形状是个拖远型的 你看从图上看 咱们你看这个就是像类似龟头一样 然后其他的这个外面有个温城 四个温城 它过去就是在这个城的这个设施上 它也是便于城的这个防守 永泰古城的主城墙高12米 墙基宽12米 城墙周长1710米 占地面积318亩 城外有护城河环绕 宽6米 长2190米 中国古代的永泰城 有着特殊的军事地位 别看它占地只有300多亩 但是它的防御半径 可以达到200公里 向西接应武威 向南接应兰州 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明朝末年屯兵近3000人 其中步兵1000人 骑兵1500人 如今生活在古城里的军民 大多都是当时官兵的后人 像这些建筑 感觉很有年头了 对 大概多少年了这些 从建成以后 这个就是成型了 400多年 400多年没多大的变化 就是在以前 就是这个台子上面 它都是一些店铺 还有一些当铺 因为当初的 都有一定的规模 以前是丝绸支柱的 一个必经之地 然后这块肯定是商贸 特别繁忙的地方 比较繁忙的地方 但现在是民居 里边有人住吗 有 两边都有人住 你看这边还种着菜的 那些是古物吧 古城的村落 是四滩乡永泰村 现在居住着村民83户 共432人 虽然历经了400多年的岁月沧桑 但总体风貌 依然是明朝时期的样子 古城里早景无言 被称为是归城的武藏 哇 这井看着好像有点深啊 这个也就是个三米吧 才三米吗 三米啊 这打水呢 这是 这个水是马上用来烧饭的吗 就是 这是烧饭的 您在哪住啊 我就在得呢 您 离这儿远吗 离这口井远吗 这是 不远啊 那您每天用水 是不是都在这儿打水 这些水都在这儿 这些水好不好喝 好 村民王中美告诉我们 他家里足足辈辈 生活在古城里 现在家里有时候人 每天往返挑水三次 村子里从古到今 都是这样去水 可能他因为着急回家做饭 匆匆离开 在沈老师的带领校 舍质族走进了 另一个村民家中 您好 李老师在哪 那去找一下的 不在家 去哪了呢 不在这儿 李老师 是神卫贤 在永泰村的朋友 曾经是一名小学教师 村民们的活动范围有限 基本不会离开古城 很快 家人就把李老师叫了回来 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是您照的吗 不是 是外来的一些摄影家 摄的 摄影家照的 这好多呀 这个照片就照得非常多 这是不是 这应该是航拍吧 这个 这个很清晰啊 整个归成一个形状 您这所有照片 都是古城的照片吗 就是古城的照片 古城的照片 李老师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刚一进房间 他就向我们讲起了 贴满整墙的摄影作品 这些作品 有些是他拍摄的 有些则出自各地的摄影家之手 你看这是明天 那些 这是北京金虎 金豹的 中国国家地理的 还有这个 华夏地理的 等等的 这些都是 上海的 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古城居民 李老师对古城的每一个角落 都相当熟悉 加上他对摄影的热情 使他成为了许多摄影家 在古城里的向导 李老师自豪地告诉我们 很多角度独特的摄影作品 都是在他的带领下拍出来的 这是破了决战沙马阵以后 孙红林和林志林打过的保林青 保林青他的打发是这样的 怎么 由于古城形态古朴 又有着西北独特的味道 一些电影 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 西部热土 汗血宝马 雪花那个飘等剧组 都曾与李老师有过接触 他告诉我们 别看他没怎么出过古城 建古的世面可真不少 在李老师的建议下 设置组登上了古城的城墙 这是许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 像这 这边视野很开阔 这就把城的全冒出 我们现在就是在城墙外围 城墙上面来看整个古城 来到这之后 我感觉心里头特别踏实 很安静的感觉 不光是因为这 它地处比较偏僻 更是因为我感觉 这个地方因为它的房屋的颜色 跟大地的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感觉来到这之后 就能特别能地体会到 那种大西北的一些建筑的 一些风格特色 还有人的这种朴实的一种性格 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 李老师告诉我们 之所以带我们来到城楼 是因为这里的夕阳最美 一定要拍摄下来 设置组就站在城墙上 等候太阳的落山 由于天气原因 我们并没有拍摄到想象中 夕阳挂在古城墙边的画面 但是即便如此 苍茫的古城 也是一幅难得的景致 天色渐满 阳群陆陆陆续续从南门 回到古城 古城里的小房子 也都纷纷升起垂烟 夜色越深 我们所感到的古朴和敬意 也就越深 这是时间留给古城最好的礼物 枪族雕楼 摩搜村窄 不同民族的房屋 约含着怎样文化 那为什么祖母屋的门槛特别的高呢 进来的时候都要弯腰低头 客家土楼 灰牌建筑 一栋栋房屋又有着什么传奇故事 这雕的是 对 这个雕的是佛首官 佛首官 中国有56个民族 保留下来的各族古老民居 也是了解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活标本 在阿拔藏族枪族自治州的里县 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陶平枪宅 因为村中集聚特赐的古雕楼而闻名 被称作神秘的东方古堡 枪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 陶平枪宅 完整地保存了枪族古老民族的特点 被山面水作为朝南 布局严密完整 这巷子不怎么宽呢 你看 这个一米半左右 你看这个地方看上去确实是不怎么宽 就一米的样子 因为我们是一个外来的民族 枪族人是从祖国的大西北迁徙而来的 为了在这个地方安身立命 就要修建一个像军事防御非常强的 一个军事化的一个城堡 虽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离工式的通道 外来人来入庆的话 它肯定是 要保护自己的 对 有点像打游击战一样 所以说我们的整个建筑 它最多的就是军事防御功能非常强 它的防御性体现在点点滴滴 寨内一片黄褐色的室屋顺陡峭的山市逐坡上来 房子相连相通 寨中向道纵横 片时与黄泥砌成的房屋非常坚固 在经历了无数的地震后 它的平台都是连着的 一台脚就可以通过一户人家的防备走遍其他的97户人家 所以说在战争的时候确实是起到了非常便捷的运送粮草 或者是战备物资或者是说我们逃生都起到了非常便捷的一个作用 其实我们所占的碉楼在战争时期也主要用作军事用途 下层可驻军和堆放粮食 楼顶设置观察哨 一旦发现外敌乳侵 只需在顶层点燃烟火 便可将信息传遍村寨 碉楼一般建在路口火山地闲药处 易手难攻 枪祖祖先的智慧让人惊叹 现在战争早已离我们远去 古朴的逃平枪寨里祥和快乐 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同样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卢姑湖畔 生活着将近四万摩梭人 他们至今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的传统 所居住的摩梭村寨也十分有特点 跟随当地的向导刺弱 我们来到了湖边的格萨村 格萨村是卢姑湖畔一座古老的摩梭村寨 这里的民居建筑还保持着古朴的风貌 我发现在这个村子里面 每家每户大门都敞开 都不锁着的 对 要敲一下门吗 不用 直接进那 刺弱带我们走进一户摩梭人家 这家的院子也不小 摩梭人家一般是由草楼 祖母屋 京堂和花楼共同围整的一个院落 形状很像北京的四合院 对 这样青年的女孩子的话 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小房间 那我们能到楼上去看看吗 楼上可以去 但是房间里面不能进 因为花楼是进去 她只有真的 就是阿妹的同意你以后 你才可以进到她的房子 是建立在这种母系氏族家庭基础上的 这是这几间房间吗 对 花楼都是这样的 独立的自己当女的一些房间 我真的是很隐蔽 很私密 你看这边的窗户也都不是镂空的 对 真的非常有意思 走进摩梭家庭 他们的大门都是敞开的 不上锁 唯独花楼 成年女孩子的房间是上锁的 对 成年后的摩梭女子 每个人都会拥有一间独立的房间 而摩梭人 不为家里的成年男子准备房间 他们每天都要到自己的阿夏家去走婚 我们受到了主人家的邀请 到他们的祖母屋里做客 这间是祖母屋是吗 对 那为什么祖母屋的门槛特别的高呢 进来的时候都要弯腰低头 对 因为当你就是说这个门的话 门槛特别高 门没破低嘛 所以说迫使每个人必须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到我们的祖母屋 因为低头弯腰的同时呢 也是对主人家的一个尊重 也是对祖母的尊重 对对对 那其他的房间会这样吗 没有 只有祖母屋的门是这样的 哇 这有多高啊 这得有三十几厘米吧 对差不多 祖母屋是摩梭人家吃饭 祭祀 招待客人 以及老人孩子休息的地方 祖母屋也是摩梭人家里最为宽敞的房间 老祖母名叫拉萨贾出马 她是这家的女主人 她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家里祖孙三代有十几口人 摩梭家庭一般都是大家庭 少则十几人 多则几十人 这个祖母屋最尊贵的位置是在哪边 就是祖母坐在这边 就是祖母坐在这边的 摩梭人家里 女人的地位非常高 一般都是辈分最高的女人 也就是老祖母来掌管家中的一切事物 所有家庭成员都有血缘关系 彼此之间感情和睦 即使是几十人的大家庭 也都相处融洽 其乐融融 祖母掌权 有意思 因为像火堂正中央 这是家里的财神位 祖母就坐在财神位的最贴近的位置 这也预示着 或者这也张视着显示着 祖母是家里面说了算的人 摩梭家庭一直有 舅长礼仪 母长财的传统 就是家里的喜庆祭典等重要活动 都是由舅舅来做主 而家里的财产管理和分配 包括日常的生产劳动的安排 以及接待宾客等事情 都由祖母来做主 摩梭人有句话叫做 天上飞的鹰最大 地上走的舅舅最大 从中能看出舅舅在摩梭人家里 地位也很高 这个两根柱意思是 只用一棵树子柱的 您指的是这根柱子 还有这边 这根柱子 摩梭人把这两根粗大的立柱 称为男柱和女柱 他们必须出自同一棵树 男柱和女柱支撑着房屋的整个梁架 象征着摩梭家庭 是女人和男人共同支撑的 在立柱上方的横梁上 挂满了腊肉和香肠 这些都是摩梭人最喜欢吃的食物 这边是什么呀 这是猪标 猪标 猪标 猪标肉 猪标肉 一整头猪都在这 一整头猪 哇 这放在哪啊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好 这得有多重啊 这只猪 这个有肯定一百多斤吧 一百多斤 猪标肉是把枕头猪的骨骼 全部剔除掉 取出内脏 放上食盐 花椒等香料后 重新缝合鸭扁 缝好以后 要晒上几天 将猪肉的水分晾干 晾好后的猪标肉 形状有点像枇杷 因此 也被俗称为 枇杷肉 这是今年刚做的吗 这是去年的 去年的 已经两年了 两年了 你听一听 我敲一敲 你听一听 很硬了已经 你看 其实敲起来 有点像石头的感觉 摩索人将制作好的猪标肉 搬到屋里 放在门后 储存几年 都不会腐烂变质 十多年 那味道呢 味道还是差不多可以好的 里面的 是花椒之类的 巧妙 猪标肉 是摩索人家 常年储存的肉食品 平时想吃的时候 就割下一块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 一定要用猪标肉 来招待 猪标肉 也是摩索家庭 富裕的象征 家里存放的猪标肉 越多 就说明 这家人越富有 日子过得越红火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热情的主人 邀请我们品尝一下 他们的菜肴 我们也很想尝尝 猪标肉 到底口味如何 叫什么 逛当酒 这逛当酒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摩索人平时很喜欢喝这种 光当酒 也常用光当酒 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酒很烈 光当酒的酒精度 大约在30度左右 是用玉米和青柯等粮食 酿造出来的 怎么样 我知道为什么叫光当酒了 就是你喝一口 人就马上光当 倒在地上了 摩索人酿造光当酒的历史 已经很久远了 这种酒口味纯正 口感也不错 倘若是酒量不好的人 多喝了几杯的话 就立刻能明白 为何它叫光当酒了 这就是刚刚我们看到 祖母房里面的猪标肉 刚刚还是一整头的猪 现在就已经做成菜了 它是蒸的还是煮的呢 在摩索人家 猪标肉的吃法非常多 可以煮 可以炒 还可以蒸 这个猪标肉肥的部分 比瘦的部分 要整整多出两倍 这是几年的猪标肉 这是一年的 一年的 因此它的猪标的部分 是白颜色的 乳白色的 还有点透明 我吃一口看看 猪标肉看似肥腻 吃的时候 肉味方香 肥而不腻 老实说味道还真的不错 滋滋滋的这种 猪标肉 但是吃到嘴里 还真的是很香的 因为它有腌过 而且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有一年多的最少 因此它吃到嘴里 其实是有腊肉的味道 特色的摩索美食 猪标肉 美丽古朴的摩索村寨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 这个卢姑湖畔的古老民族 很嫩 华安大地土楼群 看土楼人家闲事生活 聊聊天呀 聊天 喝个茶 聊天聊茶 讲个故事 黄山脚下西地古村 跟随中国知名置景师 品味灰牌建筑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灰座人堂 一种牵浪 远方的家暑期特别节目 东西南北中系列 五湖四海访民居 正在播出 在中国南部的福建省和广东省 分布着客家人特有的民居土楼 它是中国最有特色的民居之一 我们远方的家设置组 曾到访过福建漳州的华安县 华安县城并不大 但是在这里却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它就是华安的大地土楼群 一路上听当地人跟我们介绍 华安大地土楼群 是和永定南境土楼联合起来 以福建土楼的名义 成功申报的世界遗产 而华安的土楼群 有着自己显著的特色 从华安县城出发 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抵达了目的地 都说永定土楼 看数量 南境土楼 看花样 那么到了华安县的土楼 看什么呢 这要看就看华安县的二仪楼 据说它是土楼群中 单体最大的土楼 那它相较于其他两个地方的土楼 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现在就跟随我们的设置组 走进土楼 一探究竟 眼前的这座二仪楼 据说是华安大地土楼群的 核心代表 看似不歇眼的二仪楼 却有着民居瑰宝 土楼之王 神州第一楼等很多称号 走进土楼 才发现里面确实别有洞天 跨进土楼啊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深藏不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土楼外的时候 看到的都是有花岗沿河土 简单夯实的墙体 但是一进来就觉得 乾坤 都在里面的 我们环视一周开 所有的房间的门 都是朝里的 而且啊 这一共有多少户人家 我到现在都数不清楚了 这是一个正圆的 一个形状 走进去才发现 这是个同心圆 双环土楼 内环是一个单层平房 小圆楼 外环 则是带内侧走廊的四层楼 院子里游客并不多 我们和土楼的楼长 蒋大哥聊了起来 我感觉来到土楼里面 就像要串亲戚一样 每家每户都是大门敞开的 对对都敞开的 这一共有多少户啊 这个婚前十二套 早期整个楼是一个祖宗 一户的 团下来 第一代六个儿子 第二代就十七个孙子 这个土楼它整个建地边地 到外面地属 刚好十亩地 十亩地 说起土楼 蒋大哥滔滔不绝 这座土楼是他的先祖 蒋世雄 在清朝乾隆五年的时候 开始修建的 据说从蒋世雄夫妇开始 这个土楼里 至今已经繁衍了四千多人 现在楼里仍然住着蒋世后人 三十五户 一把七十五人 它这个镜圆中间 还有个讲话会回音的 会回音在哪儿啊 在这个地方 在圆心的位置吗 在最中心点这个地方 最中心点 因为它是正圆形的 所以在它的圆心的位置 在这地方 这个地方 这儿 等下一下 这个就最中 就站在这儿是吗 对对对 来拍一下手 你好 院子中心这个六百多平米的大天井 是全楼人的公共活动空间 而它的圆心部位 就是这块祥古石 圆里与天坛和音壁是一样的 站在这里讲话 就像用了扩音器一样 前面喇叭 组长喊 开会喊 都在这边喊 就出来 都在这儿 对对对 那就组长在这边说 开会了 开会了 他都出来 以前新闻 对喊 出风 也在这边喊 现在大家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你们听得到吗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 之前就是这么喊话的 什么开会 来问一下 之前都是 你做什么事情开会了 大家有什么事要开会啊 有的小孩结婚啊 二情科了 是啊 都站在这儿 就喊一声 大家都已经听到了 类似奇特的设计 在二姨楼里有很多 看似不亲爱的小机关 往往就蕴藏着祖先的大聚会 它这个排水系统 非常科学性 排水系统这么小 它从来不扩摔的 又有雕花 这个排水系统 这个红毒型 只有这么大 看我手笔的 只有这么大小 那遇到暴雨的时候怎么办呢 能吸得进去吗水 水都零吸得出去 一定排得出去 这个茶杯口大小的排水口 让我们惊叹 在两百多年前 这座土楼的建筑师们 已经懂得并运用了 红溪式排水的原理 外小礼大的结构 使得土楼 从来没有出现过排水不畅 沿着楼梯 射击而上 站在土楼的四楼上 整个土楼的面貌尽收眼底 看似连通的原土楼内部 其实是被分割开来的 各户把家门已关 户不相干 而四层暗藏的环形走廊 有一米多宽 穿过走廊 又可以到达每家每户 非常方便 套用今天的话就叫 一踢一户 我有一个疑问 这么多木头 那防火怎么办呀 防火它这个万里会 着火只有一套 我们这个每个单元里面 用木板道 各单元里面 这个都用泥土过开 这样你看 就是用这种土 又横了一层 防火墙 对 这个一楼到四楼 从前到后都过开 万里这边着火就有一套 不会影响其他 这个相当消防系统 就是两个单元之间 有了一道防火墙 这样就可以 比如说东家不小心着火了 不会火势 不会蔓延到它的隔壁去 对对对 就这样的 蒋大哥说 外围的回廊 还担负着防卫的重任 墙上开着剑眼 如果遇到匪徒攻击 家家户户 左右呼应 互相支援 以不变应万变 走进土楼的住户 每个住户家里的设计 也都暗藏玄机 这个通天洞吗 哪里 在这边 什么叫通天洞啊 你打开一下吧 我打开一下 就这样 通到哪了 通到一楼 一楼了 第一楼到第四楼啊 我跑下去再先一下 你看我这样子 看下去就可以看得到 三楼的这个房间 楼梯还有门 然后这边的 还有一块木板 还有一块木板 可以通到一楼 可以通到一楼 那这样是做什么用的呢 以前就 以前就是 以前这个山木嘛 山木长了 这个弯不上来 就从这边通上来嘛 如果要维修的时候啊 坏掉啊 这个山木这么长嘛 拐弯楼梯拐不上来 从这边通上来 就省时省力了 对对 电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对对 直通的 直上直下的 让我们颇有感触的是 这里虽然每天游客云集 但是它不仅仅是景点 土楼里居民的生活 并没有因为游客的到来 而受到太多的打扰 大了饭点了 要够饭了 好好好 您家几口人在这边住着 您家几口人 三个老人 三个老人啊 那小孩呢 全部都外面去 都到外面了 是因为工作到外面 还是读书到外面 有的去读书 有的在外面做茶叶 经常还会回来吗 回土楼吗 不会 过年的时候 就全部到这边来了 土楼里的人家 也许是受了祖先 悠然淡泊之风的影响 如今这份祖业 仍然被子孙们 小心而珍惜地使用着 过着朴实单纯的日子 即使有游人参观 也没有让他们的生活 改变太多 一个大院里的人们 照旧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弃地生活 而走在土楼里 你不经意间遇到的居民 可能就有一段故事 在您在这边生活了 多少年了 60年了 90年了 出生就对了 您在这边出生 对 出生 出生 那这个老奶奶呢 老奶奶是从哪儿娶过来的 在那边 在哪边 也是在土楼里 隔壁的 亲戚 当然这个已经五代后就可以了 五代后就可以了 出了五福了就可以了 采访中偶然遇到的这位老爷爷 今年已经是91岁的高龄了 他也是土楼里年龄最大的住户 一聊才知道 这位蒋爷爷 还是当年参加过 康美援朝战役的一名战士 我没有给他打死 来跟我讲一讲 我给他打死骨头没有了 你也许听不太清楚 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在上干岭的时候 蒋老爷爷 俘虏了照片里的这个人 罗伯特 但是他并没有 一枪打死他 老爷爷说 如果我当时一枪把他打死的话 他连骨头都没有了 于是在多少多少年之后 在蒋老爷爷八十多岁的时候 你看已经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 两个老人又见面了 是罗伯特亲自过来找您的吗 是是是 特地过来找您的 如今只要有时间 蒋爷爷就会给来参观的游客 介绍自己珍藏的那些老照片 给游客讲自己那段特殊的经历 虽然已经是茂蝶之年 老人依然精神绝授 闲暇的时候 老人常常和老伴 坐在自家的土楼前 喝喝茶 聊聊天 那像之前的时候 大家都晚上坐在这边聊聊天呀 对 聊天 喝喝茶 聊天 聊茶 讲个故事 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呀 听您讲故事 很多老人家自来这里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 已经接近傍晚时分了 此时游客都已经散去 土楼又恢复了它原本的宁静 土楼里的居民 有的在喝茶聊天 有的在洗衣服 有的人家已经开始吃晚饭了 院子外的孩子们 在快乐地嬉戏 对于土楼 我们只是过客 他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说到中国的特色民居 就不得不提到灰牌建筑 安徽省黄山市的一县 是古辉州六县之一 也是辉州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在它的街头巷尾 我们随处可以看到 灰牌建筑的颜子 而让一县文明中外的 是它的明清古村 那里有着规模很大的 灰牌建筑群 至今保存得十分完好 在一县有很多的辉州古村落 那我们设置组 现在来到的就是 其中的一处西地村 因为现在刚刚下过一场小雨 所以你看这些青石板路上 都是非常的湿润 油亮油亮的 我想在这些崇山峻岭的包围之下 西地村应该算是一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 难怪古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感叹说 一线小桃园 烟霞百里间 现在我们就走进小桃园 由于群山环绕 西地村素有桃花原理人家的美城 相传 这个村子实践于北宋年间 发展于明朝 村口的石牌坊 就见证着它悠久的历史 这块牌坊的主人名叫胡文光 是明朝万历年间人 由于他在交州作祀时 正经显著 当时的皇帝准许他建了这座石坊 其实西地村历史上 曾建有十三座牌坊 大都为金表孝子和珍洁的 现在只剩下了这一座 成为了西地村的标志性建筑 有人说呀 这归派的建筑啊 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 现在啊 我们就走在这幅水墨画里了 其实我来的时候 还觉得有一点遗憾呢 因为没有碰上一个好天去 要么就是阴天 要么就是下点小雨 但是也有人说呀 只有在这阴雨天里 这灰派建筑才能显出 它独特的韵味 你看它其实就是用三种颜色 组成的 灰色 白色和黑色 其实说的更严格一点 它只有一种颜色 那就是黑色 只不过是用它的浓淡 来表现层次 来表现它的错落 你看就像这墙上的 斑驳的痕迹一样 就像是刻意去孕染了一样 非常的美 两条青泉穿西底村而过 我们就像流水一样 徜徉在这片灰派民居中 村民告诉我们 西底村有99条高墙身像 它们各具特色 时雨时晴的天气 更让这些古宅 显得及山川风景之灵气 容风俗文化之精华 设置组行走期间 仿佛时空交错 一线的灰派古村落 不仅吸引了很多游远 到这边来观光 同时它也得到了 很多大导演的青睐 我就知道有很多的电影 是在一线取景的 比如说像《卧虎藏龙》 像《武林外传》 那我这次来到了一线 决定好好地 深入地了解一下 灰派建筑 因此还特地请了一位向导 他是很多大导演的制景师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 这个称谓还比较陌生 胡老师 您好 听说胡老师 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 一线人士吧 对 我是一线人 那想问您一下 像这样的古村落 在一线多吗 还有很多 比方说洪春 南平 关路 黄村 这都挺多的 挺多的 胡忠泉是一名电影制景师 许多国内电影的制景 都是由他领先完成 例如《英雄》 满城近代黄金甲 《让子弹飞》等 其中不少电影 都在他的建议下 取景一线 作为土生土长的一线人 胡老师对灰派建筑 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研究 这个门脸都是冲冬 冲冬的 对对对 然后它 我们这个地方 它很讲究这个风水 它有些人适合 比方说住冲冬的 有些人适合住冲南的 他要看 如果是当官 如果是金商 当官的 他一般都喜欢 就是说冲南 然后金商的 一般都喜欢冲北跟冲冬 但是这个地方 它第一次走向 它又是 东面是高 西面是低 然后它的水是 从东面流向西面 也就是说 我只要看大门的朝向 就可以判得出来 这个屋子 以前的主人 是做官的 还是经商的 对 或者是做什么事的 干什么的 对 那像这间呢 它的房门就是 它应该是经商的 是经商的 对 还有一些屋里面 它有些是 一直能官厅 一看就很明显 你像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淘化云里人家 这是一块老扁 这个房子呢 是很有代表特色的一个 这个就是 灰州人所说的一种 我退浪 它这个地方呢 你看它这个房子 你看它做得 很跟别的不一样 它这一块呢 它退进去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灰州人 它一种牵浪 它为什么不做个直角呢 对 它就是想退一步说话 就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或者有什么尴尬的时候 行 我退回来一步 我就给人提出一个浪步了 不钻牛角架 对 包括这个 你看它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这个你就是说 它是做了很原论 原论的目的呢 就是很害怕人碰到 碰到的时候不是 你看这个高度呢 正好 刚好是一人钢 对对 都免得让人脸哪碰到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有意做了一些修饰 胡老师为我们讲的这座建筑 名叫大夫地 相传建造于1691年 胡老师告诉我们 这种设计就是灰州人 一直传承的退让哲学 在阁楼下的门洞上方 嵌有一块 作退一步响的石雕扁额 整个阁楼拐角厚缩一米 而上部却是正正方方 棱角分明 意思是说 对上有棱有角 对下无棱无角的为人处事方法 它里面就是它的内涵很深 包括我们有些是方梁 像这个房子比较典型的 它是冬瓜梁 是这边的梁 就这种梁 冬瓜梁 对 它好像有弧度的 然后圆圆的 你看这个梁 它就是方梁 就是方梁 对 那为什么在一栋房子里面 有方梁有冬瓜梁 这个在建筑上面 它是能够体现 它有一个沉重力 它带一个拱形的 又粗大 然后它的抗力就特别大 然后这样子 它可以把这个房间 就是把它挑得很宽 就这个屋里面 它是很宽敞 它比较舒服 它如果都是窄的 那么它上面挑的就有限 它就要缩短这个距离 听着胡老师的讲解 摄制组无时无刻不感觉 中国文化在灰派建筑当中 有所体现 即使是一根简单的石柱 一块看似平淡无奇的牌匾 都有着它的文化出处和用意 这雕的是 这个雕的是佛手瓜 佛手瓜 对 这个里面还有蝙蝠 就是一种 福若寿的那个意思 它把许多那个 鼠疫 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上面 雕刻上 包括它这个上面那一块 整个满雕的 一整面 都是雕 都是祥云跟蝙蝠 还有一个芯笋 为什么从外面看起来 非常的简单朴素 而到了里面就 可以说得上是 非常的奢华的 低调的奢华 辉州的人过去都 很低调 都不把那个 这些财富什么的外露 而且很简朴 他们出去的时候 比如说穿着各方面 都不像现在有些人那种 那种特别显摆 就这个地方的一种风格 独特的文化传承 造就了辉州人 独特的性格 低调 内敛 不露腹 不炫耀 这些文化 融入了他们的建筑 绘画 书法 等各种领域 形成了 辉州独有的气质 在西地村的静爱堂 还有着一幅特殊的字 为宋代的理学家 朱熹所写 为什么这个字 它是你看 是这样写的 你看 它有一面 它是往上的 它是像一个人的脸 那就是说 如果你 你这个人 是静笑 那么你就可以抬头做人 反过来呢 你看它可以反过来 这个面就像个猴 就像一个猴子一样 那就是 你是不是人 你是一个猴子 比较朴素的这种 教育的道理 对 就是你笑 你可以扬起身来 做人 要不然你就是 你只能是 做那个猴 而且你看是 它那一笔 写下来 像一个脚 一个脚一样 就是如果你不笑 会被任何人 都踩在地上 就是不单单 是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别人家的父母 我们也要尊敬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而且就是 如果你不笑 会遭万人的来 垂打 你看它那一笔 就像是一个拳头一样 谁都要来打 胡老师告诉我们 从灰州三雕 到现在的各种手工工艺 一线历来 是出能工巧匠的地方 他本人在认识导演 张艺谋之前 就是一名普通的木匠 现在 已成为带领 上千人的制景师了 在他的制景团队里 主要工种有 建筑木工 雕刻木工 建筑油漆工 彩绘工等多项工种 相互配合好 才能达到 导演的艺术要求 这些人 大多都是他的一线同乡 他这就带我们 去其中的一个 木工师傅家串门 是这家了吗 我发现 你看住在村子里的人 即使是建了新的房子 像这一家 还是保持晖州的风格 坐了个码头墙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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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打扰了 叶子挺大的呀 虽然这一家 叶师傅家 都已经搬进了新的房子 你看这些老的家具 这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家里搬过来的 叶师傅今年64岁了 身体依然非常硬朗 他骄傲地告诉我们 他家的所有家具都不用买 全都是他自己打的 还给我们展示起了他的工具 还有包 还有工具 这么多的工具 都各种杂子 我们干活都需要用这些东西 您以前也是用这个 对 一样 对啊 还有好的工具 一装起来就是工具了 像我这工具呢 我的包刀都很快的 我知道这个是包花的 对对 包花 叶师傅告诉我们 他已经干了50多年的木工 年轻时在县城工作 2000年开始在剧组工作 像他这样的手艺人 在一县有很多 我们这个村子 应该做手艺的比较多 我们整个县里面都比较多 这是怎么样 有个传统吗 还是 男人嘛 就都要有一个手艺 男人都有个手艺 身有一记 人行天下 我们这里都讲 那个叫卖田卖地 不卖手艺 所以都要学一样手艺 那我也是做木工嘛 他们都是做木工 做着做木工出来的 对啊 而且我是觉得 做了木工之后呢 就是能够启发人家那个大脑 木工能做得好 许多事都能做得好 而且自身一通摆动 以前啊 是给自己家里打家具 给这个村子里面的村民打家具 现在 给电影打家具了 我们去拍戏 去搭剧 手艺精湛 吃苦耐劳 诚实守信 这种性格 使现代晖州人 成为中国杰出 手艺人的代表 叶师傅说 他同乡的朋友 几乎都散落在全国各地 从事着木工 瓦工等工作 无论是室内的装潢设计 还是电视节目和电影的步景操作 他们惠州人都能在那个领域做到极致 您都做过什么电影的制景 您说说 做什么电影制景呢 那从拍英雄都开始了 英雄剧组 这种的英雄剧组 以后还有那个四面媒陀 还有那个黄金夹 再还有三杂树 再还有那个色剑 木耳木耳一山 还有小叶刀 还有 还有书琴 那多我一下也就心了 天哪 您一下子让我特别的惊讶 特别的惊讶 不管是现代的 还是古代的 中国的 外国的 都有您参与进去了 提起参与的电影作品 叶师傅脸上露出了质朴的笑容 他告诉我们 虽然一年到头走南闯北 在家的时间很少 但他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他 因为在电影的大荧幕上 可以看到他精心布置出来的美景 是一种荣耀 随着采访的结束 我们向胡老师和叶师傅辞行 继续行走在西地村的古巷间 我们愈发感觉到 任何建筑风格的形成 都有着他在历史与人文上的原因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正是这些性格内敛的 灰州能工小将 创造了以大气精巧 文明于世的灰派建筑